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量的刻度 可以测量出物体的重量或湿力的大小 挂钩可以悬挂物体或用手拉 把弹簧秤拆解 看到里面有一个弹簧 弹簧秤在挂重物后 弹簧会伸长 指针会指出物体的重量或湿力的大小 使用弹簧秤时 要先注意刻度是否归零 物品挂上后 眼睛要平视刻度 测量的结果才会准确 除了弹簧秤 磅秤或是体重剂中也有弹簧 但是磅秤多了受力后转换成指针转动的机制 与弹簧直接伸长的方式不同 当磅秤放上重物 位于磅秤后方的弹簧会伸长 带动连接的杆子 前方的指针就会旋转 重物愈重 弹簧伸长长度愈长 和挂钩式的弹簧秤原理一样